乱排抗生素废水的这一事件 那么这一事件呢 引发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 同时 乱排抗生素废水这事 也再度处罚人们对抗生素滥用的高度关注 央视曝光 药厂偷排废水 从多条河流 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报道 山东省济宁市当地居民举报 称在老运河附近总是有浓重的药味 怀疑附近有企业偷排或超标排放有毒废水 居民反映的线索 直接指向了位于老运河附近的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它是全国四大抗生素生产厂家之一 为了及时获取外排废水的水样 央视记者在济宁市环保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连夜进入卢康医药集团污水处理中心进行调查 真的没有残留吗 在卢康污水处理中心 央视记者对企业处理后的外排污水进行了取样 经检测 样本中四环素类抗生素的浓度为53,688纳克每升 超自然水体1万倍 这些废水将进入济宁市污水处理厂 据相关专家介绍 我国的污水处理厂对抗生素并没有有效的处理措施 也就是说这些含有抗生素的水 经过污水处理厂 老运河失地 最后进入了京航大运河 吉宁段 其实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也意识到这些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是到某个地方自然界的水源当中进行调查勘测 发现这里的水源抗生素超标 2014年10月底到11月初 中央电视台记者和环保研究人员到我国的东北 华北和华东等地 一些饮用水源地 排水明渠 制药企业 畜勤养殖场等区域周边采集水样 通过实验室检测 这些水样都有抗生素被检出 与此同时 在我国的主要河流 海河 长江入海口 黄浦江 珠江等河流的部分点位 都无一幸免地检出了抗生素 其中 珠江广州段受到抗生素药物的污染非常严重 脱水红霉素 黄岸密定 黄岸二甲基密定等典型抗生素的含量 分别为460 209和184纳克每升 远远高出了欧美发达国家河流中 100纳克每升以下的含量 由于很多江河是城市的饮用水源地 导致部分居民家中的饮用水里也含有抗生素 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不理解说 这个自来水里抗生素超标怎么了 那不等于我们服用的自来水里头就有抗生素 可能就把我们体内的病菌直接给杀掉了 等于我们喝水的同时还治病了 喝水同时给吃药了 不是好事吗 那么要说明白这个问题 说清楚抗生素乱排滥用的危害 咱们先得从什么是抗生素说起 抗生素是干什么 抗生素呢 这是现在的教堂 过去叫抗菌素 就是呢 人体内有这个病菌了 吸菌产生了 那么这种抗生素呢 就是直接杀灭这样子 有人说这不就是治病吗 这没错 抗生素是怎么来的 是最早从青梅素来的 1929年的时候呢 有位大夫叫弗莱明 他发现呢 他在培养细菌的培养基上面啊 意外的呢落下了一片青梅菌 这个青梅菌周围啊 没有任何细菌生长 他就意识到 一定是这个青梅菌的 但是也被杀掉了 是这个青梅菌的 不过很多人 因为这个青梅菌的 产生在电梅菌上 那个青梅菌的 就在做的 这个青梅菌的 这个青梅菌上 那个青梅菌的 带来的 在这种青梅菌上 他在太天 不是这样子 这种青梅菌的 看到青梅菌的 不过 而且在青梅菌 那么这种青梅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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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